大家好,我是岩峰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产品体验 就是这款明基的TK850 是4K支持HDR的投影仪 明基TK850 它采用的是0.47DMD显示芯片 4K超高清识变率 亮度呢 可以高达3000ANSI6明 可以保证你在白天光看投影仪的时候 也会有一个相对好的视觉效果 30000比1的图像对比度 投射比最低可达1.13 2.5米的距离 就可以投放100英寸的屏幕效果 1.3倍的光学变焦 对于小空间来说 非常值得体验下的 支持HDR10和HLG技术 这些都是投影仪相对核心的数据参数了 尤其是ANSI6明 想买投影仪的朋友 一定要搞清楚这个东西 流明和ANSI6明可是有区别的 流明仅仅是个单位 ANSI6明可是一个行业标准东西 是可以进行一些横向对比的 千万不要被忽悠了 接口方面 明基TK850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接口 通过这些接口 可以让你有非常多的玩法变化 比如你可以用HKE这类电子盒子 和明基TK850搭配 TK850可以直接给HKE电子盒子供电 这样就可以直接使用电子盒子了 不用额外的电源了 非常方便 或者如果你家里有一台游戏主机 不想HDMI走线连接通影仪 那么挂个通评器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同样可以用这个USB2.0接口供电 因为这个接口提供了 乳服2.5A的输出 足以满足需求的 对于NIFE用户来讲 明基TK850提供了 HTCP2.2协议的支持 让你看NIFE电影的时候 可以享受到高达4K分辨率的效果 这个可不是一般设备所能具有的 对于NIFE用户来说 简直就是个福音 如果你还会打技术 那么明基提供的窜口 可以让你把明基TK850 整合到你的智能家居系统当中 成为智能家居的一份子 让你记一下明基TK850 带给你的快乐 开始呢 其实我对投影仪 确实没什么特别大的好感 之前用过的那些投影仪 也不便宜 感觉投射的效果 也就那么回事吧 它能有多好 对吧 我表示怀疑 然后最近我体验了这款明基TK850 投影仪之后呢 我只能说 真香啊 颠覆了我对投影仪的认知 100英寸的屏幕效果 具有4K超高分辨率的画面 在观看电影的时候 提升的效果 那真不是一点半点的 我现在演示的就是用TK850 搭配HK1播放的4K高清视频 我们可以看到 画面非常锐利 细节的展示也非常清楚 非常的细腻 可能有的朋友对于100英寸的屏幕 没有一个很强的概念 我也是这样 那我给大家看一个对比 这是一台9.7英寸的iPad 然后这是一台43英寸的电视 这个就是100英寸的屏幕了 对比一下 你会知道100英寸到底有多大 真的太大 这个在家里玩游戏 或者看电影的时候 简直不要太爽 体验的这一天啊 我是天天玩游戏 效果真的不错 跑跑赛车游戏 有种三临其境的快感 明基 TK850白天的表现 也没有流失望 我们看一下效果 得益于它三千流明的亮度 明基 TK850在白天的时候 画面依然清晰可见 我个人觉得 跟电视在白天看的时候的效果 差别不是特别巨大 当然拉带双联 无疑是更好的选择了 不过效果这方面 我用相机真的拍不出来 完全真实的效果 我只能说 比视频展示出来的效果还要好 然后它支持HDR10和HLG技术 这样的话 你在观看HDR影片的时候 会带来更好的感觉体验 我现在演示的就是 用明基 TK850 播放YouTube的4K HDR视频的效果 可以看到 画面明暗细节表现得淋淋尽致 效果更逼真 更有森林其境的感觉 Netflix用户就更不用多说了 得益于它的HTCP2.2协议的支持 能享受到非常高的观点体验 是一款Netflix用户可以购买的 非常好的装备 国内的朋友也可以在线体验到 HDR技术带来的全新体验 越来越多的在线形态 也会开始支持HDR技术的 明基 TK850 这款产品 色域覆盖了98%的709色域 即使不是播放HDR视频的话 明基 TK850 也有一套比较好的画面增长技术 让色彩更加饱和 更加细腻 可以还原更多真实的颜色细节 当然 画面调色这块的话 是个主观感受 不太好评办 不过明基 TK850 支持MEMAC运动补偿的功能 可以通过深度学习和智能检测 它会对视频均匀的插入视频补偿帧 使普通视频的帧数 从24帧提升到60帧 这样的话 你在看体育比赛 或者动作电影的时候 画面就会更加流畅 没有什么脱颖 而且屏幕又大 这个对于体育迷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功能 4K超高分辨率 3000ANSI流明 1.13头平比 30000比1图像对比度 支持HDR10和HLG技术 色域范围覆盖98%的709色域 支持HDCP2.2协议 这些参数和实际的画面表现来看 完全可以让明基 TK850成为家中影音系统中 比较重要的一员之一了 其实现在4K短焦的大屏幕投影机的产品 对于已经装修完之后的朋友来说 可能要比你买一台超大屏电视 来的相对要实惠一些 原因很简单 第一呢 价格白人了 要比大屏电视便宜 第二呢 近户安装起来 要比大屏电视方便 因为超大屏电视可能都上不了你家电梯 只能掉桩 如果你的房子没装修 换窗的时候 到时候先可以把电视放进来 如果装修完之后就非常麻烦了 可能还需要铺窗 所以我觉得 目前这种短焦大屏幕投影仪的市场 还真是不小 又能带来非常不错的观看体验 有条件确实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方案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面内容 我是安峰 我们下期见 拜拜